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讲一个这个我个人觉得非常好的一个case study 这个case study呢大体上来说就是我想要排序 但是我不是要排整数 我是要把一堆名字拿来排序 或者你就想成我要把一堆字串拿来排序就好了 我给你一大堆的文字一大堆的单字 叫你把它按字典顺序排序 大概是这个目的 所以呢这个任务讲起来很简单 但是呢我们做起来却有不同的implementation的方式 会指标不会指标 会不会善用这些函数差很多 所以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任务呢很简单 如果我原先给你四个名字 或是四个word John, Mikasa, Aaron, Armin 我们的任务呢就是把它们按照字典顺序排好 就变成Armin, Aaron, John, Mikasa 这样子我就想要按照字典顺序排好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OK那么呢现在我们要来怎么执行这个目标 我们的策略大概是这样 我们待会儿啊会implement一个叫做 比如说bubble sort的这个sorting 那你当然不必一定要implement bubble sort 你也可以implement这个什么merge sort啊 quick sort啊之类的 那我们implement bubble sort 当然是因为它的implementation会让我们 对于我们今天在教的东西更有feel 大概是这样 好,anyway 我们今天呢要做bubble sort 大概是要做什么 很快讲一下 虽然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 假设我有75469这几个数字 然后我想要把它们由小到大排序的话 bubble sort大概是说 我比较这两个数字 把比较大的移到右边去 所以变成57469 再比较这两个数字 把比较大的放到右边去 变成54769 再比较这两个数字 把比较大的移到右边去 54679 再比较这两个数字 把比较大的放到右边去 那没事 所以每当我这样子跑完一个iteration 一个大的iteration了以后 我可以确定最右边这个数字是最大的 接下来呢就对着剩下的数字烦恼就可以啦 5跟4比较 把5移到右边去 接着呢 5跟6比较 我还是写出来好了 再把5跟6比较 那么5跟6比较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不用动 再把6跟7比较也不用动 那这个时候呢7就已经排好序了 所以啊我们必须要经常地比较两个数字 这个时候呢就是用string compare的时候咯 然后呢我们经常会需要swap两个东西 两个word 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用string copy 看一下 今天这个program写起来大概是这么回事 我们先把这个program读完 再来visualize给大家看 main function里面 首先呢我有四个名字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就为了简单起见 就用静态阵列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当然可以用动态阵列 所以呢我们就说我们有四个名字 我们的count是4 length是10 10的意思表示没有任何一个word的长度 超过9 因为你最后要有nocharacter嘛 所以呢我有一个静态阵列 基本上就是像这样子 4×10这样 然后呢上面就存着 第一个是john 第二个是mikasa 第三个是aaron 然后第四个是army 大概是这样 好 接下来我做的事情呢 conceptually是这个样子 conceptually我是implement一个bubble sort 所以呢我基本上是一个两层回圈 然后呢每当我有一个i跟j被给定了以后呢 我是去问 请问我的这个string comparison j跟j加1 他们是不是大于0 大于0的话呢表示我这两个字的顺序应该要掉过来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swap他们 swap他们 所以我就把他们传进去 这个namej namej加1都是个别的 是一条字串 或者是一个字元阵列 所以你把namej跟namej加1传进去 就相当于是传两个阵列 讲什么两个字串进去 这里你可以看到我们写的是character star 反正就是address嘛 所以你传入两个字元的address 表现两个阵列 或者是两个字串 好 那我今天要swap 先开一个空的空间 然后呢做三次的screen copy 把n1抠到temp里面去 把n2抠到n1里面去 再把temp抠到n2里面去 然后完成这个copy 这里事实上是一个很typical的swap 只是因为我们有一大堆的字元 一大堆的字串 所以我们要做string copy 而不是直接在那边写说 比如说temp 等于n1 你这样写马上就会大爆炸 因为呢 这是address 这是address 根本不能这样子乱了赛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 当然就是使用string copy 之类的东西咯 这样子 所以整个架构你再看一次 细节大家回去慢慢读 反正 bubble sort 需要一个两层回圈 每一次执行的时候呢 你是问 请问这两个数字 需要交换吗 需要交换 你就换 传进来的 既然是address 那么你在这里 做modification的时候 calli的这些argument 自然就会被改到 然后呢 最后我们再来print out 这些名字 好 那么刚刚这样讲 确实是很抽象 所以我们来感受一下 一开始的时候呢 i等于0 j等于0 对吧 所以呢 我们会去比较 第一个和第二个名字 也就是name0跟name1 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去比较 这个namej 和namej加1 他们分别是 这个address 和这个address 这时候的string comparison 他们会去比较 john跟mikasa 也就是说呢 比较这两个字串 到底谁 该在前面 谁该在后面 abcdefghijklmn嘛 所以john在mikasa前面 所以呢 这个时候 他们两个之间是不用换的 好 接下来呢 就让i维持是0 但是j变成1 这个时候你就要问 mikasa跟aaron 谁比较大 那当然是aaron要排在前面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进入swapname 这个函数 我们呢 会create一个temp的空间 一样就是这么长 然后呢 我们会做三次的copy 第一次copy 会把n1 也就是name1的东西呢 丢到temp里面去 先copy一次 第二次呢 是把n2里的东西 copy到n1 那这个时候 因为aaron的总长度 比mikasa短 所以mikasa这一条 事实上后面的东西 是会留着的 不过 我们其实不care 因为你如果真的用 他这个点开始当起点 去看一个字串的话 那其实就是这么长 后面还有什么 其实不重要 那最后 再把temp里的东西 抠回来 所以呢 你真的跑完swapname的话 这里会变成这个样子 好 于是呢 经过了刚刚的 这个动作了以后 我们swap完 那aaron mikasa基本上就是互换 虽然这里有东西 但是他大概不会被用到 好 接下来呢 你就再往下跑 这个时候 这一点点2 m跟a m跟a 是不是又要做swap 对吧 因为a比m前面 所以一swap完会变成这样 armin 比较小 他只有五个字 mikasa比较长 他有六个字 所以这里会被多填一个nocharacter 这个nocharacter会留着 虽然用不到 所以呢 你会看到这个结果 好 那这个都是你的大回圈 跑完一圈以后的结果啦 这个时候 该放在最后面的字圆 的字串 果然被放到最后面了 那接着我们就进入 第二个大回圈 i是e 这个时候呢 比较j跟e j跟e的话 e应该要在前面 所以就swap 这个时候swap呢 你就会看到 Aaron在这里 John在这里 那后面的东西 因为其实根本就用不到 所以我们也不写啦 然后呢 是j跟a要比较 j跟a 该需要swap 因为a在前面 所以后面的东西 我们也不care啦 然后呢 这里就第二回圈就结束了 就进入第三个回圈 e跟a 又要比较 好 那我们就再来swap 这样子 差不多就算是功德圆满啦 好 那么呢 这样子完了以后 如果你再去印 当然就会看到 配不亮亮的结果 所以这个是OK的 刚刚的implementation 确实是不错 不过 它还有改进的空间 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 我们做string copy 虽然 你可能看不到 摸不着 但你用想的也知道 这个其实蛮浪费时间的 对吧 我一次swap 我就要做三次string copy 我就用一次string copy 所以大体上来说 就是要把每一个字圆 一个一个地贴过去吧 那不管怎么讲 它还是挺辛苦的 所以我们将要有一个更好的implementation 是我们要swap pointers 怎么做呢 我等一下 我要先用一些pointer 去指向这些名字 接着 当我发现两个名字 应该要被swap的时候 我不要swap名字 而是swap pointer 也就是说呢 我们换 我们交换它们里面存的address 这样子实际上就会达到swapping的效果啦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program 这个program要懂就更困难 更需要你懂指标 但是懂的话 等一下有很大的好处的 看一下 首先一开始 还是先create那个4乘10的姓名阵列 这跟刚刚一样 接着呢 create一个指标阵列 所以这里有四个指向字元的指标 它们个别的指向谁呢 指向name0 name1 name2 name3 所以就是四个指标 去指向这四个名字 然后接着我们要做事情 如果我要做string comparison 我就去compare指标 因为指标既然指向字串 它就可以代表那个字串 然后呢 这个时候 如果我发现它需要换 我们就呼叫这个swap pointer swap pointer 我们就把这两个要换的东西丢进去 swap pointer里面 在做的事情 看一下是什么 先有一个temp 然后把东西塞进去 东西塞进去 temp塞回来 所以架构上应该跟之前差不多 那因为p1p2是两个字元指标嘛 所以你的temp当然也是字元指标 所以这个时候呢 很明显底 跟原本不大一样 原本是传进来的n1n2 是两个阵列 虽然我们都是写char信号 但是实际上传进来的是两个阵列 所以呢你真的要把两个阵列的content换掉的话 你需要temp也是一条阵列 让你可以copy来copy去的 但是现在因为就是指标 所以呢不需要产生新的阵列啦 那接下来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这里你可以看到end 平常没事的话 你如果就是直观底去理解指标 你知道所谓的信号和end 其实是互相抵消的两件事 对吧 那我今天在这里又信号又end 到底想干嘛 它呢其实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的 所谓的指标的reference 指标的reference 或者呢你应该理解为 我们对指标参数做call by reference OK 所以我们这里为什么要call by reference 注意看哦 我传进来两个指标 对吧 传进来两个指标 如果我这里没有call by reference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会产生两个local的指标 把这两个的value传进去 然后这两个local指标 在那边换得很爽 最后local的指标全部都消失 这两个人根本就不会换 所以我这里必须要call by reference 才会真的换掉我的argument 里面的东西 OK 那我们之前为什么不需要bother这件事情 因为之前传进来的东西是阵列 阵列本来就会被改掉 但我们现在传进来的东西是指标 如果你不call by reference的话 就会发生我们刚刚说的问题 所以你这里必须要call by reference 不信你可以把它拿掉 试试看 最后呢 你这个name有被modify吗 是完全没有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做的事情 就是这个 pointer阵列 要去指向这四个名字 所以ptr0 ptr1 ptr2 ptr3 各式一个指标 指向这四个名字 所以ptr0存什么 存j的address 其他依此类推 今天呢 i等于0 j等于0的时候 我们做string comparison 所以我们比较这两个东西 虽然我们是比较指标 但是实际上呢 指标代表自串 所以比较的就是john跟mikasa 好像就没事 接着比较mikasa跟army 讲错了 mikasa跟aaron 比较mikasa跟aaron的时候呢 我们就呼叫swap pointer 会发生什么事呢 swap pointer 会要求你 首先create一个temp createtemp 去指向p1指向的地方 也就是这里 对吧 p1指向的地方 好所以temp指向m1 然后呢p1等于p2 所以p1要去指向p2指向的地方 也就是aaron这里 然后在p2指向temp指向的地方 然后呢 这个东西到了这个阶段为止的时候 你如果再往下执行 temp就会被消灭 因为temp是swap pointer的local variable 因此这个函数呼叫完会变成这样 John Mikasa Aaron ARMY Name这里是完全没有变的 你唯一变的就是 这两个指标交叉了 他们各自存了对方的address 来达到一个swap的效果 好 那接下来呢 你就再往下跑 Aaron跟ARMY 需不需要比较 那Aaron跟ARMY 当然需要比较 所以呢你就继续的去做comparison 那不过啊 我们刚刚其实是乱讲一通的 Aaron跟ARMY 是比较他们吗 不是 我们其实是比较PTR2跟PTR3 我们比较的实际上是Mikasa跟ARMY 并不是Aaron跟ARMY 你不要看Aaron、ARMY 长在右边就比较他们 不是 因为PTR1、2已经换了 所以当你比较PTR2、3的时候 是Mikasa对ARMY在比 所以呢这个时候是要交换的 因为M比A大 于是你就交换 交换了就变成这样 有没有 本来呢是这里跟这里 那你要把它交换 就这个要直过来 这个要直过来 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 OK 然后呢 当你这么做了以后 你就发现 基本上我们会不停地重复做这件事情 直到东西都被换完为止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要从第二次大回圈开始 第二次大回圈的时候 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基本上不会再动这个地方了 最后一个人就是Mikasa 好 那接下来呢 又回到比较这两个家伙的时候 这个时候比的是John跟Aaron 所以你需要做一个swap 那再接下来 你要比较的是 这两个家伙 是John跟Army 又要交换 所以你就再交换 再交换完了以后呢 现在是最后一次了 你要比较Aaron跟Army 对 你又要交换 所以你就再交换 你再交换完了以后呢 最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啊 如果我今天都这么做了的话 最后我有一个for回圈 去依序print out这四个字串的话 我依序会print out谁 Army Aaron John Mikasa Exactly就是排过去的样子 所以我完全不需要动nam这里的东西 我只需要对指标在那边换来换去的 我就可以达到排序的效果 一旦我这么做了的话 那么这程式执行起来的效率 当然就是远高于原本那个program 所以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你知道怎么样 驾驭指标的话 有一些事情可以写的 比你不会的时候快非常多 希望大家可以试着体验这件事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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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